好,我们斯斯科等共八节讲这个测序技术,讲了七节的DNA测序,下面应该讲讲RNA测序。 好像留这么,最后一点点给RNA测序好像不太重要一样,实际上RNA测序比DNA测序更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很多在基因组上发生的事情,是未必能落石到短路上,落石到短路上,它就更不可能落石到短路上。 落石到短路上,那就不会对你的生命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影响。 所以呢,转动股测序,而且在同样的基因组的状况之下,你的转动股可能也不一样,对吧? 转动股测序,每个正常的细胞组织都有同样的基因组,可是它们有不同的风化,更成功了。 转动股测序,因为它们的转动股非常不一样。 所以RNA测序在短路上也是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我觉得以后它会更重要。 那么对RNA测序的话,主要来讲,不是看这个变地了,对吧? 我们刚才在说的基因组上,基因组的各种层面应用,基本上都在看它的变地。 无论是它的这个数量的变地,还是它的剪辑的变地,或者它的这个结构的变地, 基本上我们是通过它的变地来检查各种各样的DNA测序时间。 但是因为DNA在正常的状况之下,除了CNV以外,正常的状况之下,一个基因就是RNA测序,对吧? 那么一个基因就是两个基因组,XY的准处了。 但是在RNA领域,找突变并不重要,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甚至在99%以上的这个RNA测序的研究里面,不会去找突变的。 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就是反转路的时候也会出错。 所以说DNA测序里面和DNA最不一样的,也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RNA是有量的差别的,对吧? 我们说有个基因是高感化,有个基因是低感化,它们的量的时间会差过算。 所以说RNA测序,99%的RNA测序的英语就是定量。 它只要定量的。 怎么做呢? 我们RNA把它拿过来,然后把它埋传做成CDNA,做测序。 测序的时候,得到这些比资,往参考序列上面进去幅度。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堆的比资,堆的比资的密度,如果越高的话,那说明这个基因的量越高。 比方说这里,基因1和基因2,它上面的日子的数量是一样,测到日子的数量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基因1比较短,所以它的堆的密度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我们就知道,基因1的这个表达量是比较高一点。 那么这个是整个的测序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见,下面是一个队数坐标,我们可以看最高峰度和最低峰度的能够检测。 它都能够查到5-6算式上去。 所以说这个测序啊,它是一个整个MR在西方的这个量的能够是一个非常宽广的范围。 这个必须要的这个通量要的上去。 比如说你至少有多少个mini的reads, 然后你才能够去对一些相对低峰度的基因来做比较做这个定量。 那现在呢,还有一些技术可以做到单细胞的转移的测序。 可不可可能能够说,但是至少可以从一个群体里面, 去分出不同亚群的这个细胞。 比方说这个是,我去开会的时候拍下来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现在应该怎么能够查到这个图像。 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粘性网。 我们看到的一样说,分出来一大分的B细胞, 或者分出来一大分的T细胞来, 那里面一细胞看起来,整个镜一下看起来没什么, 都是一样。 但实际上,这个里面蕴含着有多少个, 有19个群体。 这是它测了2730个单细胞的转移图, 之后,用一个G的算法,我们可以看到, 可以直接把它锯成整个这个表达的胎米, 可以锯成其中的。 所以说,哪怕是一看起来, 是一个G1的群体,G1的细胞群体, 事实上每个细胞的转移图都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掌握的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这个学术思想里面, 我认为这个,这种掌握突然间, 因为某个世界的掌握可能超出了一个正常的道理, 于是就变成来了。 那么在, 在RNA测试的领域, 除了我们要定能量以外, 另外的一种, 常见的, 其实也不是特别常见的, 就是在已经小部分的眼光里面, 还会关注它的减切, 对吧,真果生物的MRI, 转容出来之后, 是要经过剪切的, 最后生成, 这个成熟的蛋白质, 呃, 成熟MRI, 同一个基因可以用不同的剪切方法, 我们称为可别人类的, 对吧, alternity, smice, 这样的话, 一个基因可以出来好多都不同的转软, 就会分析成不同的大物质, 这是有效增加蛋白质的组合, 拿入的方式, 不用太多的去, 在基础上编码很多东西, 那么这一点当然, 在植物上, 在动物上怎么没有那么显著, 在植物上特别显著, 你看, 植物, 它不像动物啊, 动物比方说外面冷而热, 它可以跑, 对不对, 植物没法跑啊, 它定在那儿就定在那儿, 这个有风有雨, 热了冷了, 它只能自己扛着, 所以就要求植物, 它有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解头, 那么怎么调解, 你得好干嘛这调解吧, 你既然要能够调解的, 你要能够适应的这种环境变化非常多, 那么你就需要更多的大部分, 更多种类的大部分, 所以在植物里的这个, 剪切的这个, 这个情况是, 尤其是不难, 我觉得大概举个例子啊, 人机组3P, 这个大小, 其中包含了, 我们都按常规的来说, 就是两万个编码基因, 平均来讲, 一个编码基因能够编码, 大概就不到两个的解决面积, 因为大量就是没有解决面积, 有一些是有解决面积, 那也不少多, 多的可能有13个15个解决面积的那种, 已经算是非常多了, 但是, 在水稻, 水稻, 就大家吃了米啊, 水稻, 你见过水稻吗? 嗯, 还挺, 还挺, 我告诉你啊, 以前还真的见过, 就是, 见过那种人, 从来都没见过水稻, 难怪啊, 你知道水稻有多, 不同的亚洲吗? 好吧, 自己不行, 我看上去哪个世界都在哪, 这个有, 水稻里面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在方迪卡, 这个亚洲, 还有这个, 呃, 中国的, 叫做伊迪卡, 这个亚洲,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叫伊迪卡, 实际上最开始是英国的一个生物具家, 他先跑印度去了, 他就把那个, 在印度看到的那种, 亚洲运动的印度卡, 对吧, 那个印度, 结果后来发现,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 呃, 实际上是发育于中国的, 但是呢, 由于国际上命名的规则, 没有, 就是没有原则性的, 这个科学球, 的时候, 就不改变命名了, 哪怕是, 这个, 这个命名是, 地域上面有点问题, 但也不予更改, 所以, 现在一直还是, 叫做伊迪卡, 那么, 就这两种, 亚洲, 它煮出来的米, 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 我们可以看见, 各种什么, 泰国乡米啊, 还有什么, 这个, 有很多不同的米, 那些都能倒出来, 啊, 这些水道啊, 它的基组, 大概也就四百道的样子, 是人的, 八方基的九分比, 但是, 它里面的编码金, 也四方只, 平均每个, 每一个这个编码金, 可以出来六七个, 简介编码金, 极其恐怖, 所以说, 人类, 蛋白质族草图, 在, 14年的时候, 夸来的时候呢, 虽然, 饱受过敏啊, 它这个金工实在差不, 差不过人, 但是, 好歹, 人类的蛋白质族, 差不多我们, 还是有个权报的, 水道, 蛋白质族, 到目前为止, 没人敢动, 这个事儿, 水道基础族计划早就完成了, 所以水道蛋白质族计划, 在国际上, 提了没人敢动, 就是因为它使得没人敢动, 而这事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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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要凭一己之力, 去解析水道蛋白质计划, 现在已经解架了, 现在已经解架了, 这就是, 真货吧, 那, 这个, 而关于是, 我们就要去, 我们就要去, 对付它的领域, 那, 这是在, 这就是水道里面做的, 那怎么去, 看着, 看着, 如果你要精细的看看, 我们会发现一下, 它一半能够, 迈在这里, 一半能够迈在这里, 所以我知道, 从这儿到这儿, 是一个解析点, 但这比要求算法非常好, 才可以, 还有一些例子, 我们会看到, 它一半能够迈在这儿, 一半能够迈在这儿, 所以, 这一个机, 同时可以, 可以, 解析出两种不同的, 这个转络出来, 那, 于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 去, 去检测这个解析变成, 那, RNA测试区里面, 还有一些RNA分析, 是麦克尔的, 大概都知道, 从90年代末开始, 麦克尔就一直是个热源, 那麦克尔可以, 可以特意的, 这个测试区里面的翻译, 注意, 到这个控制, 精细控制, 一些机器表达的目的, 那麽怎么去测, 麦克尔的呢, 大家可以, 简单的想, 我把麦克尔的, 麦克尔的, 按时, 17到25个点击, 更长, 我把这一段的, 这个保销, 把这一段切出来, 然后把这一段的, 这个合算来测去, 也行了吧, 但事实上, 远远没有你想象的, 这么简单, 因为, 在西方里面, 位于这一个大小的, 核酸, 除了麦克尔的以外, 还有很多的, 是, 各种其他RM, 降给成功, 对吧, 你降给一个大的RM, 降给主要是, 这里是消遍了, 它总有机会是, 落到17到25个, 这个范围之内, 那我怎么知道, 我测试到的是, 麦克尔的还是, 降给成功呢, 有什么简单, 办法, 因为, 麦克尔的生成的过程, 它从这个Prime, 麦克尔的转捕出来, 然后, 我经过ROSA, 把它这里切了之后呢, 形成跟, 进化结果叫PRE, 麦克尔的前提, 前提, 转转到这个高速之后, 经过DECER, 这个, 处理之后, 把一边切掉, 把另外一边, 保留下来, 这是成熟的白板, 然后再, 行驶, 穿一条功能, 所以, 我测两次去, 一次干燃式, 17到25点, 成熟的阶段, 另外, 我去专门测一个, 大概70级演技的, 50到70级演技的, 这一个, 专门测它的前提, 那么, 增长的麦克尔的, 因为前提的, 一半被切掉, 剩下一半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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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麦克尔的, 所以, 把这些, 短的日子, 往长日上堆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一端是堆的很多, 另外的, 都是很少, 对吧, 因为, 这是有特异性的处理, 过程, 一半被保留下来, 作为麦克尔的, 一半是被降解掉的, 但是这些, 随机降解藏的, 随机降解藏, 到堆栗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tap里面两边, 堆的栗子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种肯定它是, 它是, 这个家的, 这是怎么去的麦克尔的, 那, 这些东西好像都比较通常, 大家教科书里面也都能看的, 所以我就一带过, 那我们来讲, 现在教科书厂, 现在教科书也有了, 就是, 翻译主程序, 就是, 就是, 我们顺便导出来的, 目前来讲, 就是, 选择解析, 后面第二个人都做了, 我们绝技, 翻译主程序, 翻译主程序, 翻译主程序在测上, 它是测, 正在翻译的那些东西, 那其中它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去测, 这个跟, RNC有关的东西, 就是, repsimination chain complex, 合同体型的翻译主程序, 这上面是有, 正在翻译M2, 也就对了, 这个很异, 大家就知道, 在中学中, 我们都学过这个, 中学化作, 因为, 转部变成M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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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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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可能占到了所有调控阶段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说你掌握了这个翻译你就掌握了生命本是可以这样的 那我们去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既然翻译可能很多人都对 那我就要能够直接去测翻译啊 就是MAR正在翻译的MAR我直接测试就行了 大家也知道不同的基因它进度翻译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有的MAR有的MAR但是它不进入翻译 所以你当的基因还是很少的 有的你别看就那么几个MAR也全进翻译 它就这个很多MAR 那怎么样去测这个正在翻译的MAR 想起来很简单 就是我把这个细胞裂解了之后 专门提出这个RNC 也就是挂了核狼上的这些MAR 把它测试就行了 但是想起来就做起来就特别难了 全世界做了十几年没做出来MAR 这个我们是做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做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点这个 你不是MAR和大白石之间的相关性很差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 事实上 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翻译 和就是正在翻译的MAR和大白石之间的比 这个相关性其实也不好 也来到很多 但是呢 正在翻译的MAR MAR和大白石之间三个变量 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多元的相关性 所有的脸背影都在里面 两侧 这就是 事实上是挑战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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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要把这一围换成MAR 就是总组的MAR 这个就不成立 所以说我们在 而且我们发现这个多元在各个细胞里面都是成立的 所以说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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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1958米克克所提出的 这个中心法则 定性的中心法则 推进到了快2013年的我们 把它推进到了定量化的新时代 定量化的中心法 那么 翻译 翻译中间还有一种玩法 叫做Rxon Prefiling 刚才我们看到RNCC 这个是专门去测整条的MAR 就正在翻译的MAR 还有种玩法 是什么呢 把这个RNCC拿出来 用核酸酶去切 这个没有保护的 没有核酸酶去保护的 这些小片段 这些片段 就被切掉了 然后呢 把这个片段 然后把核酸酶拿掉 核酸酶拿掉之后 就剩下这些小片段 小片段之后 我们就把这些小片段去测去 那么我们测到了每个reads 实际上就代表了 一个核酸酶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这些reads 我们测去完了之后 通过翻译 我们知道它是从哪个MAR的地方出来的 我们就能够非常精细地去分析 这个核酸酶在翻译的时候 它几乎了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经过了开 哪些地方经过了慢 这个技术叫做readsing 这个核酸酶 最早的时候 是09年 09年的时候 是核酸酶发表了 然后呢 其实我当时 跟它是在 就是 它在美国 然后那时候在德国 我也在自己研发这个东西 结果我动作没办法 所以就被它抢先发表了 然后这几年 它就一直加入了 我们的文章会一直不让滑 但后来还是不过 所以 这个 确实很有用 咱们就是 咱们都不谈这个 咱们不谈这个 咱们不谈这个 这个科学上的 什么样的一些 就科研界有什么 黑幕啊 这个黑幕 我可以讲到 好长时间 自己经历过很多 对 国际 国际学术界 说实话 比中国学术界还黑 黑了一年半半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就只是谈 这个东西有 是不是有很大的用处 确实有很大的用处 因为 它是这个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要去测定 这个 翻译的数据 这个是 也是 专门公司 2001年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 去做了一个 翻译数据的测译 就是什么样的 它用 这个 3730- 这么一个要 去卡住 翻译 起始 不让翻译记不起始 然后后面的 延伸的这些 可能性 还是能够往后跑 然后它就隔一段时间 去测一下 隔一段时间去测一下 然后就发现 这个前面的这一段 没有 没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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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部分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 这种方法呢 它有一些致命的弱点 首先呢 第二次 发现这种东西 和筋骨气 并不是特别高的 所以呢 它并没有办法去深入的 去看每一个基因的 这个 翻译的状况 翻译数据的状况 而且呢 由于是采用了 药物去进行压迫 所以 这个状况下 设定出来的翻译延伸数据 并不是身体状况下的变成数据 我们只要加个药 有可能身体状况 完全变掉 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 他们的这些结果里面 自己也承认 这个地方有个60秒的 一个delay 我们在正式状况下 都不可能发生了 所以呢 这一切的 就说明 这种方法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应用价值 因为它看到的 根本就不是真实状况 有一定的理论探索 那怎么样去 更好地去测 这个 更好地去测 这个 翻译延伸呢 但是我们把它 我们 我们研发出来的一个办法 就是 利用三大测序 我们就可以去 呃 去测令它的延伸数据 啊 每个基因的延伸数据 并且不需要加任何的 呃 不需要加任何的 要不去定义 那这三大测序呢 就是 普通的MRI测序 然后 RNC测序 就是我们测令全场的 这个正在翻译的 MRI MRI 就是errupting 啊 三大测序 我们一起上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我们 我们实验室也是世界上 唯一的一个实验室 可以同时做的三大测序 所以 要想测 翻译延伸的速率 目前还只能是我们来做 那么这个 有一个公式 公式推导 今天就不跟大家细说了 就是 就是 EPI呢 我们 就是我们的这个 翻译延伸速率 的这个指数 这个东西 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就是 RNC的 平方 除以 呃 这个MRI 然后 然后 成为RT 所以就是 立马三大测序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就看了一下在 四种细胞性里面 能 我们对这个 EVI进行了 测定 同时 我们也测定了TR TR RZ MRI 除以 MRI 这个TR 反映的70条 EVI 反映的延伸 所以 我们三大测序测完之后 我们可以同时得到 翻译70条 和翻译延伸速率 这两个 部分 我们可以看见 在四个细胞里面 绝大部分的基因 都是处在一个 这个 绿色的 椭圆的这个方法之内 基本都在这个方法之内 有一部分 是这个 炎的速率特别低的 特别红色的 有一部分呢 是这个翻译期数 特别高的 但是呢 不处在 任何的基因 是在这个 灰色的颜色 这个翻译 其实又高了 翻译元素又 又慢 那这个 翻译延伸速率慢 是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如果 我们了解 这个 我是怎么起家的 都知道 我实际上是 这个 在1972年那段话 也讲 做了电视机更新 那这个就是 大面是折叠 很影响大面是折叠的因素 在什么地方 我就 回到了这种原因 普通回到了下这个问题 那在 学生化课的时候 我已经学过二维生原则 那1972年 二分针 这个 拿了诺贝尔花一奖 说到什么 啊 蛋白质的 这个空间结构 是由它的 氨基酸序列 回忆决定 在一定的状况下 回忆决定 是吧 但实际上 比如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发现了 翻译暂停 没有什么重要 比如说 M2的翻译 它并不是 远速的 它并不是远速过去 它有了一方翻译 哪儿快哪儿慢 是要什么决定 哪儿快哪儿慢 是由你的密码字符 对应的TR 很多决定 当然也有些其他的决定 所以它不是特别主要的 啊 TRM 主要原因 那这个 那这个 有快有慢的这个过程 它并不是随机发动 它是怎样 怎样发动呢 就是在 结构域 分得出下 有二方四十万 以上 一般会 就让你第一个结构域出来 停一下 让这个第一个结构域自己 再出来一个结构域 所以 所以 这个 我就发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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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速率 如果是这个翻译速率 不大 该慢的话 没慢下来 那么 那么 这个结构就不好 它就不能发布空了 有的时候会不会降线 降线不掉了 就会出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测出来的这些 Low API经验 也就是 它非常 翻译非常慢的结构 是不是 比较的 稳定呢 确实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 P值是小明眼后 至于是被活动器的 它的稳定性也比较好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我们测了这个 正常细胞 HP1和癌细胞 A59 H1299 里面的这些 这些 有哪些基因是 EVF降低了 比如说 癌细胞会降低哪些 基因的翻译素 颜色素 等我们就发现 基本上 全都集中在 这些与癌症 直接相关的通路 就像这样的通路 这是一个典型 143的通路 有没有很多蛋白症 是 被癌细胞 降低了翻译素 降低翻译素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折叠好 对不对 能够发挥功能 你看 癌细胞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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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细胞会降低 使得 它能够更好的 能够更好的 发挥功能 癌细胞会 但是 反过来 我们也有 我们也 发现 那些 那些抑癌细胞 在癌细胞里 癌细胞会 增加他们的翻译 严重速度 让他们不能折补 不能很好折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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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在这个翻译的上面 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大部分基因 它的翻译基础和颜色都比较正常 那么 有一部分基因 是起始特别的高强 延伸也很快 这种基因 基本上 这种蛋白质出来之后 它的折叠是非常稳定 也就是说 它的折叠是不依赖 欢迎赞成的 所以这也叫做 我们把它叫做 productivity focus 模式 产量优先模式 那既然说 怎么加工都是一个成品 那我们就快点熬熬 还有一部分 叫做quality focus 就是质量优先模式 这些蛋白质的折叠是比较 比较麻烦 它需要比较精细的 巧控才能够准备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它的起始病不破 但是它的延伸数率也低 有很显复的翻译暂停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 为了保证质量 细胞药 就不能 赶工 就不能做得太快 慢工出细活 不存在基因 是又翻译基础 搞又延伸素名慢 为什么 如果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 就想告诉公共上堵车 也 这些核当体 迅速的进来 结果在这个地方 又跑成慢 告诉公共上堵车 就是这样的状况 核当体堵车 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因为核当体 这么大一个家伙 它会耗很多能量 对不对 这个大家伙 需要耗很多能量 而且也需要很多能量 去维持它 所以如果这些 比如单人上不干活 本身是对细胞占领自由的一种极大浪费 而且呢 可能如果在MRI上受罪 它不能继续前进的话 就会极大增加它的Friendship 和Drop Off的这个概念 这会导致 以合成复杂大海质 是面目全非 那希望就更麻烦 所以说 在进化的过程中间 逐渐的就淘汰了 这样的一种核实 好 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的 这个测序的技术 我们看了很多经典的应用 然后呢 帮大家去做测序 拿到数据之后 往往是一个硬盘的数据 这样的数据 大家怎么样去分析 就是一个非常吸收的问题 总的来说 我们后面会 接着几堂课会 慢慢跟大家去讲 这个怎么去分析 但是总的来讲 有一个总的数据 基本上 所有的数据分析 都会遵循这样一个 总的flow 首先是 就是 也就是说 你把那些 你不想要的东西 直接去掉 比如说 我们在建库的时候 对吧 我们回忆一下 一个建库 是把人工的接口序列 连接在 带次序列 那很容易 测距的时候 可能还会测到 一些adapt sequence 而这些adapt sequence 是任何物种 里面的序列 是不重复的 所以的话 有这样的区别 在人工的干扰 在人工的干扰 后面的分析 都没法进行下去 所以我们要把它干扰 然后呢 对有些 应用来讲 那些low quality reads 质量能测得很差 这个reads 你连这个reads 这一位剪辑是 A还是T 都会不清楚 这种时候 可能是不太好弄 所以根据你的 应用的需要 可能需要 去把这样的一些 第一次量的reads 给去掉 然后呢 对于RNA测序来说的话 经常我们需要 把RNA的区别去掉 先去掉 因为RNA 荷兰比RNA 对于绝大部分的 研究来讲 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RNA占的特别多 在一个细胞里面 75%到85%的RNA 是RNA 而RNA 只占1%到52% 所以很容易 RNA会忽然进去 那么 这会占了你 非常多的 这个计算的 这个资源 所以为了能够 节省一点计算资源 你可以把这个 RNA的区别去掉 当然现在 我们算算 发展 越来越好 所以这一步呢 不一定 需要做 好 那么这个 预过滤这个事 做完 然后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是要做这个 嗯 做一个主要的 就是主分级了 也是 最花时间的 那么 如果你有这个 参考基因组的话呢 你可以 去做这个gamping 就是把这些beads 往这个参考基因组 或者参考招募组织练上去比对 比对的 根据比对接口 然后再做很多 或许的分析 所以 如果说你的那个 参考基因组没有 按这个时候 你可能需要 组装一个基因组出来 或者组装和招募组出来 才能用 所以说这个 这个 应用 叫做 Denocal assembly 就是从头组装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 后面的玩法 就很多了 真具的研究目的不同 你可以做不同事情 那么在这个生活性器处理这个上面 测序性器处理这个上面 主要的挑战 主要是两个大类的挑战 第一个是 这种大数据的存储和传输 其实 不应该叫大数据 这个东西应该叫多数 数据很多 但不叫大 因为人 这个样子的数据一定不够 但是每个样子 他所想做的数据要很大 所以这个叫多数据 而更大数据 但是多数据也够明 也够明瘦了 你想一个人的全基因组 测出来 如果来30成来讲的话 是90斤 这么多的容量 就算你测这个 关系数据 一般来讲 会有比较实际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量 在 如果我们 现在满屋子的同学 全都把自己的基因组测一边 你看看这里多少容量 对吧 那如果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屋子 我们还 对于全世界来进行服务呢 每个人把自己的基因组测一下 那里多少容量 然后应该怎么 得怎么样 去传输 这个数据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当你数据量 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些问题 通通都是问题 我跟大家说 我们 那边呢 呃 这个 这个 服务器 我的回来五年 五年之内 升级过四次 主持组测量 现在已经是到了 一万五十多梯 但是呢 目前来才又快散了 基本上每年 都都落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 这个服务器都塞了 然后 只好再买些新端 主持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实验室的 主干网络 是万兆光线 因为千兆网已经远远远远 满足不了 数据传输的需要 那我们的这个 嗯 硬盘的阵列的这个 传输数据 是 每秒都可以 读 读取是2.4G 嗯 百次每秒 然后这个 写入是1.3G 跟这样的性能的话 是 远远超越了 能 夹用的这种 机器的性能 那都是其实 上百个月提高的 嗯 即便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处理起来 这些人很可能 surgery 在ene batch 所以这 嗯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解决这个问题之后 我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数据处理的部分 数据处理的部分呢 主要有一个 所以我们整个三点 是非常 第一个 我们isa 做很多 一次测试 如果 我们 有一台 H π 一次测试 我可以拿到 拿到这个 差不多 11一个 那,这么多的reads要想处理,你就算很简单的把reads去掉的接口,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需要后面还有的计算量 然后呢,我们的参考训练,比方说人的参考清楚,高达3G,你们的内存,可能现在有些同学的PD文件,内存也只有4G 这样子,所以,在你们自己的电脑中,去做这样的一些,呃,也许是全基因度级别的这种运算,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你各种的这个特殊的应用非常凡多,因此呢,呃,对于后面的这个,后续的算法处理,需要你的算法非常的成功 或者说是,往往我们需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课题,每一个不同的研究,来定制它,特殊的算法 所以,这对你们的开放程度,是要求的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你需要有非常强大的计算资源 这个,不是说一台高性电脑的问题,也不是一台空气的问题,你需要有机群的 这种一个机,机会的那个机群的,大家可以,呃,如果有通通的话,可以到那个,第二个,906,那个房间 是,门是玻璃板,所以你可以直接给看取我们的机房 那是我们自己传出来的一个cluster,就是一个,我们自己传出来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机群 就是买了很多样的垃圾,传出来的,那现在我们那个机群的运算性能比,既大超算还要,还要厉害 但是,所花的钱只是,他们的十分级,一肯还不到 然后呢,另外,你需要,去自己研究,非常高效率,算好 要能够自己去变成学,如果你真的想做生的话 那这场,这个中心医学课呢,我不要求大家去变成很深的程序 但是,如果你想在这条路上走得远的话,恐怕,呃,像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机器的一些课程 像什么数据结构啊,算法啊,像这样的一些,呃,课程,恐怕你得自己去学一下 那这些,这些东西是我,这个初中,或者高中的时候,玩的东西 虽然不难,但可能大家,呃,很多人就是被自己,下背 因为这东西,尤其是女生,往往都不敢去射击 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经常是,呃,只要是敢迈出这一股,往往女生觉得比男生还好 那这就是我以前在德国南极西大学的一个workshop 它的一张PPT,我觉得蛮喜欢的把它接下来 它这个PPT是这么说的, skills required for even season projects 实验是占1% 99%是可以 Learning Curl Ahorisms in C++ 还有什么呢? International Genomics 前面这两个是计算科学上面的东西 而 Genomics 代表的科学是生物学的鲜眼知识 而你的实验技能只占1% 所以说实际的状况我不认为是这么极端 可能不是1%对2%99% 但是可能也差不多是10%对90%的这样的比例吧 不管怎么说 你如果能够两方面都精通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说实话这种事是可与过头的 如果你能在一方面精通 那么你就要和另外一方面精通的人要进行合作 否则的话测试这个明明就往不下去了 所以说做实验要和生物技艺学家要进行合作 然后呢我就很喜欢这样的照片 这两个东西在英语里面都叫Mouse 对吧? 这个Mouse代表的是活的 代表生物 对吧? 生物实验室 然后呢 这个Mouse代表的是计算机 所以生物技艺学呢 就是你两个Mouse 你都要和我而转 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 测试技术的这个课就全部想完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